我吃香劲 我看你这么好 这么好 我都你妈了 这个咋抱的 妹妹 我帮你哥 来 二一 来啦 快 我这事 妈带人 来 我们 来 来 准备 来 来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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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抱 好吗 你很亲眼 真的 来 准备 让你弄不起吗 威慑 都多舍殿 三 二 一 开始 最近 陈香如蟹遭受不少争议 开幕当天喜提热搜 这部剧未播鲜果 不过存在更多的是对她的争议 杨子和诚意的古装 让人感到十分惊艳 在余生情多执教的时候 就与网友调侃 先有前男友 再有现男友 来了未婚夫 还有义中人 期待的义中人终于来了 凡是杨子出演的电视剧 品质都很有保障 不过这种古偶剧 怎么能少得了轻轻棒棒的环节呢 即使公主抱非常的俗套 但是在偶像剧中永远不过时 杨子在夜间内的人缘非常好 不少男演员都拿她开起了玩笑 当男演员们被问到 谁的饭量最大的时候 不约而同的都说了杨子 正是因为熟悉关系不错 怎会这样吧 后来又被问到 能承受的公主抱是多少劲 大家又齐刷刷的说了杨子 不过玩笑归玩笑 看看诚意和肖战在拼场中的公主抱 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杨子在和诚意合作的过程中 需要诚意抱着杨子 直进诚意抱起来毫不费力 甚至跑起来都没问题 男明星都说公主抱体重上限是你 你想说 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再多健身 在看余生请多指教中 公主抱更是常态 肖战更是不费摧毁之力 那些拼场中公主抱女演员 需要帮助的男演员们 真的可以考虑断裂断裂身体了 不是女演员重 是自身缺乏断裂了 做过的迷人员犯量是小时 我只知道杨子是犯量最大的 我只知道杨子是犯量最大的 我还打你 贪不过我呀 你觉得你能够公主抱女生的 其中上限是多少 这个 就杨老师吧 杨子老师吗 我不知道她 她是个小孩 我也没有问过 但是差不多那个就是上限 那你目测一下 那时候今天杨子 不知道 大概 反正也就是 真不知道这个可能乱说 即使是年龄比较小的吴蕾 在公主抱方面也是毫无压力 甚至跑起来都没问题 现在 凡是有公主抱的缓解 导致不少女演员 都提前跟男演员说自己太重了 然后默默减肥 还有不少需要工作人员来帮忙 这画面简直不要太尴尬 杨子和诚意的仙侠剧正在热播 不出意外的收视率还不错 这部剧是杨子离开欢瑞之前的 最后一部剧 沉香如蟹几经珠转 才将女主角定下来 并且角色是孪生姐妹 杨子是非常具有挑剧本的能力的 最初 这个剧本杨子是拒绝的 毕竟 她现在正在转型的关键时期 但是临近开机 女主依然空缺 恰好杨子的剧刚刚杀星 所以在时间档期上都是非常合适的 并且她四大流量 凡是她主演的剧 无疑会成为爆款 并且整部剧中欢瑞的艺人最多 相当于带新人的感觉 所以杨子可以说是被拉去救场 而成毅的演技也毫不逊色 两人的合作是非常顺利的 今年杨子的剧和电影好评度都非常高 特别是余生请多指教 还有带播的电影让观众期待值满满 在沉香如鞋的片场也是欢乐多多 毕竟有杨子在的地方一定少不了欢乐 戏内实力派戏外是搞笑女 戏一末的片长杨子化身戏精 不但和成毅飙高音更是现场教学青藏高原 没想到在剧情中如此沉稳的成毅 在戏外也有搞笑的一面 不过这部剧有张瑞的加盟也是看点多多 其实关于张瑞演的余墨有很多的说法 其中就是故事的作者在写人物的时候 写着写着把余墨的戏份写得越来越多 甚至超过了原地的男主 但是在影视化的过程中 把余墨的戏份弱化了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很多粉丝有点难过 不过张瑞的演绎着实让观众眼前一亮 这部剧可谓是看点多多 一起去支持杨子的新剧吧